在大批支持者及黨內小雞簇擁下 國民黨總統參選侯友宜現身桃園造勢活動 侯友宜台上露出自信笑容 或許也因為前高雄市長韓國瑜 確定出席國民黨全代會 讓他打了一劑槍心針 原本要出國的韓國瑜改變新意出席 二十三號的國民黨全代會 黨內喚侯危機看似已解 但前立委郭正亮分析 當年換柱事件就在九月 韓國瑜還在等那信號一亮 若侯友宜民調持續低迷 黨內不急嗎 但若侯友宜七二三後 民調能穩在百分之二十五以上 不只韓國瑜 郭台銘也渴望整合成功 韓國瑜七二三的出席 對於侯友宜來講會加分 可是他還不足以讓侯友宜 扭轉這一切 因為侯友宜已經錯失了非常多 表達善意的機會 但現階段鴻海創辦人 郭台銘依舊動作頻頻 晚間出席董事長開講新北場 一早已經有民眾準備好十萬青年 百萬連署標語 立功郭台銘獨立參選 儘管韓國瑜七二三全代會 將與侯友宜同台 但韓粉勢力回籠 能否就此止住 換侯為機 關鍵還是在侯友宜自己 三立新聞 張玉潔 李維廷 東美軍 綜合報導 幫助pract家 台銘獨立 地版 地版 百萬 相反